对正常人来讲 我们的腰椎向后折叠的活动范围 大概是在30度左右 而向前折叠的这个角度 一般是在70度左右 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位挑战者 他的挑战将是人类身体柔软程度的极限 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 你好 三位老师 三位老师 你们好 我叫刘腾 今年24岁 我的职业是一名柔术演员 谢谢 你练柔术有多久了 从小 我目前有15年了 我是从9岁到10岁开始练习的吧 今天刘腾将要挑战的项目 让他柔软到什么程度呢 接下来有请道具老师 把挑战要用的道具带上舞台 挑战规则 选手反向360度折叠身体 依次穿过尺寸为60乘以55乘以50厘米的 第一个方盒子 然后60乘以50乘以50的第二个盒子 以及最后50乘以45乘以50的第三个盒子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些移动的环门 我们会由现场的挑战助理来帮助他掌控 那么最后当他到达这个尺寸最小的底端的箱内 并且由挑战助理合上最小的箱子的箱盖之后 极为挑战成功 我是没看过要从一个空间转移到另外一个空间这样的 他怎么进去 这是完全不可能 刚才他趁这个摆道具的时候 小声跟我说 说萨老师你太坏了 说导演组跟他讲 说是我要求的 最后挑战规则里 一定要把最后一扇门关上 才算挑战成功 说的就是这个嘛 对不对 因为之前排练的时候 我不给大家撒谎 真的是一次都没有完成过 一次都没有完成过 我跟你讲 刘腾 在这个舞台上 往往能激发出挑战者 更深的潜力和功力 我特别喜欢李昌宇老师说的一句话 一生中只做一件事情 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叫做挑战不可能 谢谢 来就来吧 好 刘腾是国内顶级柔術第一人 但是整个身子 要穿过透明箱子 达成的通道 这是他第一次 挑战能否成功 这不仅需要他有着 天生极好的柔韧性 更需要后天的无限努力 今天在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他能否突破自我 挑战成功呢 这是挑战规则的设置 我们是不断地在增大难度 而对于每一个挑战者来讲 也许他面临的都会比自己平时训练的难度要更高 但是是恰恰能够表达在这个舞台上 人类潜能的积聚 准备好了 告诉我 挑战 开始 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种很坚毅的表情其实是很美的 他要寻找到最合适的空间 他在用下巴轻轻地把这一块隔板给蹭开 然后让自己的脚有一个放置的空间 然后现在他的双手在帮助他移动这块隔板 必须要借助一些力量 哇 好的 好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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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继续进入第三个商店的时候 就开始看到会有痛苦的表情 那个是你不忍心的 这不光是一个对柔术技能的考验 更重要的他要精准地计算 他所需要的空间 以及他怎么最合理地摆放 他的四肢 尽量地在有限的空间内 让自己通过 好的 他已经 他已经很快就要进入到最后一个 现在这个开口对他来讲非常艰难 只要最后上面这块隔板能够成功地放进去 快 将这块隔板能够关上 关不了 是否能关上 关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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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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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着急 那盖子是盖不起来的 假如说一定要给那盖子盖起来的 可能会造成意外 那不会成功的 最后一个相提最强 只有50乘45乘50 也是目前难度最高的挑战 意味着刘腾要挑战刺激身体的极限 面对最后的这个难关 他能挑战成功吗 慢一点 慢一点 不着急 不着急 不行 不行 他这个空间已经 不可能了 已经到极致了 不可能了 我已经看不到空间了 我把腿伸出来再盖上 了 我很少 recess 我把腿伸出来 就会变成功了 明天 如果你脆处 我 priorities 我可以 我可以 不愿意 我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刘腾 你以前表演过这个项目吗 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 因为我就是说嘛 在我以前的所有项目我也创造过很多项目 但是说这个项目是第一次 其他也没有别人的表演过 有国外的 没有 现在这个项目我可以说 可能全世界 全中国 我是第一人 对 哇哦 我不管今天的流程怎么样 甚至其实 我们原来好像应该有一些规矩的 像我们在挑战这个不可能 我觉得我们给你一个规矩 而你还是敢去接受这个挑战 我今天想要破一点点规矩 我都不管 我先给你一个能 谢谢 对不起 我可能坏了你们的规矩 可是我刚刚是深深受到感动 甚至看他的努力要从相近转相近的那个过程里面 他付出的太多太多 然后 我觉得那个毅力是可嘉的 华健大哥 是的 是什么 让您做出了如此不可能的举动 按照规则 应该是主持人先宣布 他挑战是否成功 如果挑战没有成功 你们都 就不需要表决了 我刚刚已经讲了 我说我可能 但现在您这N了以后 没有 我刚刚已经讲了 我先破一个规矩 我觉得我用最高的那个动作 来表达我的诚意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华健老师 如果需要表达诚意 我建议您把他的通道自己走一遍 你感受一下 确实很难 这样 根据我们的挑战规则 尽管上面说了要盖上一个香盖 但是 刚才根据现场 我个人认为 这个盖上香盖 确实是我 在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 一个非常苛刻的 甚至是不合乎情理的举动 所以我个人宣布 在这样的挑战规则之下 尽管最后那个香盖没有盖上 刘腾的挑战 刘腾的挑战 依然成功 哇 接下来 我会在鲁鱼殿堂去等待你 祝你好远 谢谢 我只是想说你刚才的表演 从镜头里看 真的让所有的人都为你揪着心 念一把汗 但是我想表达的最终的一个态度是 因为今天可能在我们的规则制定上 出现了一些些小小的问题 这个影响到了我现在的一个判断 我不想轻易的做这个判断 那我这一票 我的表决的这一票我弃权 但我依然祝福你 谢谢董先生老师 谢谢 你当时在里边的时候 你心里在想什么 当时就是在进入第一个箱子的时候 我就想一步一步的稳稳的 因为我的思想不能乱 我先进入这个 然后我再去想下一个 他刚才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人生之学 我绕达实地 一步一步慢慢来 所以我希望你来 谢谢 了解刘腾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挑战自我 超越自我 刘腾凭借永不延弃的坚韧精神 突破了自己身体的柔韧极限 挑战了她从未成功过的挑战 让我们记住 这位24岁的女孩 刘腾 大家好 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 大家好 各位评委老师好 我的名字叫孙飞 我来自辽宁大连 今年28岁 我越人体柔韧极限的柔术挑战 柔术 柔术 那你觉得你能够比刘腾还要好吗 我觉得她那个如果是挑战不可能的话 我今天的这个就是挑战更不可能了 厉害啊 今天来的柔术高手 看看她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高难度的挑战 上 到 去 不挑战 共设置了四个障碍通道 第一关 挑战者需反向弯曲身体360度 依次通过四个五十五立方厘米的正方体的箱子 到第二关 需要通过三节直径为六十厘米圆筒 依次反向穿过圆筒里面的圆口 并且不能碰到里面的红色圆柱 第三关 挑战者需要弯曲身体为S型 逐级钻过每节间隙为二十七厘米的梯子 最后一关 需要通过高度仅为二十五厘米 长五点六五米的通道 挑战者顺利穿过四关 即为挑战成功 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准备了 来 上道具 这个挑战和以往的挑战不一样 以往的柔术是在地面上 这个挑战是在八米多高的高空 做柔术的动作 体能是我唯一的担心 我把第一层隔板帮你打开 你就可以开始挑战了 好的 来 慢点啊 注意安全 准备好了吗 好 挑战者做好准备 我宣布挑战开始 加油 加油 好 安全声音已经解掉了 我可以打开隔板了吗 好 我慢慢的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如果需要停你就告诉我 注意安全 慢一点 不着急 对 不着急 不着急 慢一点 好 我会继续抽 我会继续往外抽了 来 好 好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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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别卡着他脖子了 对 小心 好 第一层隔板已经抽掉 好 现在挑战者 我身体的肌肉都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 今天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挑战 好 一 二 一 二 一 一 五 6 6 5 5 5 6 7 5 5 7 5 6 18 8 找到一个合适的 能够支撑手的位置 否则它会一下子掉下来 它能不能靠两只脚 在对面对 找到借力的地方 然后两只手撑住 完全以身体对折的方式 现在即将进入到三层圆筒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挑战 因为它不能碰到 这周围的红色的柱子 它还在寻找一个 最合适发力的姿势 要不然它手脚没有地方放 这个里面太光滑了 我天 它现在在用 进入到这一层以后 它就比较难了 因为它所有施展的空间高度 只有六十厘米 注意你脚边的柱子 对 不要踢倒它 这些柱子的存在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这个体力消耗是很可怕的 好 它把两条腿先从两根柱子当中穿过 然后上身再跟着慢慢地移动 好的 它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稍微舒展一下的空间 让自己先喘口气 加油 孙妃 他在一点一点点寻找合适的位置 漂亮 它已经从第一层进入到了中间层 它的手背 所有的骨头肌肉 完全要很坚强地支持 所以它困难就是 它四百八十多条的筋骨肌肉 要配合起来 这是最大的困难 我可以告诉观众朋友 我们所有的道具的设计 在前面都备有一扇安全门 一旦挑战者觉得身体不适 挑战无法继续 我们会迅速打开安全门 它能从正面立刻出来 这个体力消耗 我看到它现在已经开始在大口地喘气 很累的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个墙要打那么多洞 它是要有空气的流通 否则它在里面会非常的难受 好的 孙妃已经成功地下到了原住体的最后一层 在第三关 挑战者要以S型的方式 穿过每节间隙 仅有27厘米的梯子 这不仅考验孙妃身体的柔韧性 同时对他的体能 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但是余添米的梯子 它也应该是一个巨大的梯子 但是余添米的梯子 是一并的梯子 和家里面相似的梯子 是一并大的梯子 和家里面相似的梯子 是一并大的梯子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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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每下一集对他来讲 都是要耗费巨大的体能 有的时候一鼓作气 拿下这一关 漂亮 它已经很快就能进入到 我们的最后一个障碍区了 我们的最后一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真的是人体柔软的一个极限表达 在他每做下一个动作之前 我们都很难想象 他会怎么来处理自己的身体的姿态 比如接下来他会怎么样 让自己进入这个高度 只有25厘米的 但是长度却达到了 5.65米的这么一个长的通道 第四级障碍 所以他一定要像蛇一样 加油 孙飞 加油 在这个环节 节目组又再一次增大了难度 其实这些红色的障碍物 把整个通道的宽度又给缩窄了 他的两只脚 不可能像刚才这样 轻松地放在两侧了 他要把脚背收起来 才有可能进入到通道里 而进去之后 将会是漫长的 两到三米左右的距离 在等待他 他在里面没有任何 可以翻转的余地 还剩下不到一米 加油 最难的这段就快过去了 好样的 孙飞已经到了最后一个环节 挑战成功 你说的一点没错 如果去年刘腾是挑战不可能 你这个简直就是在挑战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不可能 谢谢等于老师 我个人觉得是不是 最后那个S型的那个过阶梯 对 因为排练的时候 两次都没有通过 而且我注意到你 当时有一次咯噔一下 我们听到那声音 是你靠这个腰这儿的一个力量 挂在了那个 对 有没有痛 然后那个磨破皮 你练这个柔术有多久了 从小六岁开始 六岁 二十二年 对 那你在二十二年的训练的表演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受过伤啊 有受过伤 我认为我觉得 是从高空坠落 太可怕了 医生给我两种选择 一个是手术 一个是保守治疗 手术就意味着打钢板 怎么可能不弯腰 他说你还弯腰 也许你连下地走路 扫地都不可以 最后我做了决定 就是保守治疗 我在想 不管我在床上躺多久 都要恢复到 我以前能练柔术 能站到这个舞台上 所以我认为我是世界上最柔软的身体 还有最坚强的心 因为我今年已经二十八岁了 柔术对我来说 已经是超高龄了 我今天能站到这个舞台上 已经是完成我心目中的不可能了 按次完成不了的目标 要坚持地走下去 孙妃的母亲托我们节目组 准备了一份妈妈 给女儿挑战成功之后的礼物 来看一下大屏幕 妃妃妈妈很心疼你 在一次表演的当中 六月刚失神的锻炼 从高空中摔下来 两处骨折 一个是压缩性骨折 一个是爆裂性骨折 擦三厘米导致瞎子瘫痪 除了上个月的缘 这个护具我一直保留着 自己留下一份 记忆吧 看孩子吃得苦 受得伤 妈妈真的很心疼你 飞飞妈妈一直和你 巨少力多 飞飞妈妈真的被你叫 之前你说过 妈妈之前你牵着我的手 现在我要牵着你的手 走完我们一辈子 这样的舞台 你妈妈说 因为你牵着我 我的一生最骄傲的是 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女儿 她很孝顺 也很懂事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 是她担分了家庭的重担 我很爱你 也心疼你 妈妈想 你能找到一个 像妈妈一样爱你 疼你 能包容你的那个人 这是妈妈最大的心愿 对于母亲来讲 她更愿意分享的 是你作为一个普通女孩的 那份最普通的幸福 所以找一个人 找一个爱你的人 和你一起去爱妈妈 祝你幸福 谢谢德勤老师 所以对于孙飞 今天能否进入荣誉殿堂 我们的回答是 谢谢 最柔软的身体 最坚强的内心 孙飞用她的极致柔术 挑战了舞台上的不可能 更有坚强的信念 战胜了生命中的不可能 欢迎孙飞进入荣誉殿堂 让我们请出下一位挑战者 你好 主任好 你好 学院评委老师好 你好 你好 我叫李美艳 今年十九岁 我是长春市杂技团的 一名杂技演员 十几岁 今年十九岁 你练杂技多少年了 四岁半开始练的 到现在差不多 已经有十五年了吧 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十五年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今天我推荐的这位挑战者 他要挑战的这个项目 当说出来之后 各位都会觉得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挑战 不可能的挑战 我们先有请 现场的工作人员 把道具 为我们搬上来 我们这位挑战者 不借助任何的外力 蒙着眼睛 站在啤酒箱上 仅仅依靠自身的超强平衡力 将啤酒箱 叠到二十四个 站在啤酒箱的顶部 松开双手 保持三秒钟 极为挑战成功 我觉得这个杂技难度 还是蛮大的 因为啤酒箱的分量太轻 很容易导致失衡 好 那接下来 就让我们掌声 有请我们的挑战者 开始挑战 这个过程 挑战者需要我们 相对的保持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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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项目的难点在于 挑战者在蒙眼的状态下 进行挑战 他只能通过身体的感觉 来叠加啤酒箱 而啤酒箱叠加的层数越高 越容易产生晃动 导致挑战失败 这个真的蛮难的 这晃了 在晃了 在晃了 到第十几个之后 那个晃动就越来越大 它动起来是有个很可怕的一个频率 时会持续不断的 你必须在上面 要让整个频率慢慢全部消融了 以后频率才能继续到下一个 啤酒箱 它已经很稳了 已经是很稳很稳了 我们的挑战者 已经完成了十二个 一半 但别忘了 行百里者 半九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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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了告诉我 准备好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最难这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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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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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三二一 三二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最后一 感谢观看